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这个杨炳章 博士杨炳章教授的生命的一个传记式的节目 那么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 我就查了一些资料 其中我发现你的妈妈 也就是杨炳章教授的这个姐姐 她的事情也是很辉煌 很曲折 而且很有戏剧性 我也看到她自己写的一本书 在中国的新华出版社出版 那本书你看过了吗 那当然 但是为什么几次做节目的时候 你老是讲到你妈妈的时候 讲到很多事情 你就含糊糊 讲得不那么仔细 我今天看了80年的初期 1980年他就写了那个《论包产道户》 应该算当时是非常早的 关于能称变革的这种文章 对吧 是 你怎么试呢 你讲到你妈妈的封根尾巾 你就开始试了 为什么 我不觉得那时候写个《包产道户》就有那么大 文章就有那么大的 可见他还有别的事啊 对 但是关于农村方面的文章 他确实写了不少啊 而且有一些基础性的理论 研究制作 比如说中国农村什么什么东西啊 这个 那都是很大于的 学识性的味道的文章 好像都跟他有关 那么我看到了有人访问他 访问他以后 他那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你能不能谈谈当年的这个人大呀 谈一谈北大呀 谈一谈这个中国设可月农村发展研究所啊 我们都知道嘛 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发展研究所是扮演了一个 按说这个呢 是专门 很重要 那么中国的程度上农村发展研究所可以是扮演了最基础性的 最开始启动式的这个这个制暖或者是幕僚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不是啊 因为我不是发展也不是这个专业的 我只能从更多的从家里这方面去说 对吧 他的好多学生可能比我了解这发展所的人 人家就是发展所的人 对吧 你也挺有意思 你妈妈也挺有意思 我看到有学者去访问你妈妈 这个访问杨森这个教授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要问我什么东西啊 其实我也没有太多可讲的 其实我确实是只有一个彩点 就是我的资格很老 当然他跟老资格人比 他并不老 他主要是 他算四五年参加革命 那很早 他十三岁 后来中央组织部应该是有一个规定 就说满十二周岁才算参加革命 因为要不然这就没头了 对吧 有人八九岁的时候参加这也不行 他其实参加的时候 算他参加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 不满十三周岁 他是1956年算大学毕业 他算科班生了 其他都是老干部 他不是真正上大学的 对吧 那是党的干部 你刚刚说到你今天并不是那么的先谈你妈妈的事情 你先想把之前杨森章一些事情 你是不是后来又发现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可以 对 还可以讲一讲 包括我外祖父的事情什么的 跟我妈妈也有关系 他们起家就是这点资本嘛 对吧 起家的资本 哪轮着他们说什么 那你现在今天准备跟我讲的是哪些内容呢 就是一个就是你 我上一次问了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烈石的后代 我也看到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上面写的烈石的外申 那是我们保护的材料 钱 对啊 每个月 那杨炳章 18岁以前 他就一个月可能不是12块就是15块的烈石今天 没有别的钱啊 如果你有了工资那就没有了 你过了18岁也没有了 这就是都是这个待遇 嗯 没有钱的事 那杨炳章 这个上一次讲到啊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说这个他是烈石的子弟 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那句话是暗示要 曾经取罚这个杨炳章 还是要承重 那句话 那个批示好像我舅舅看过 他表面上是说要严肃处理 但是呢他也提出来要 要那个对得起烈士 说底下人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最后判了四年 应该是在当时这个罪判四年并不多 对吧 嗯 判个十年八年也是 也是很可以的 对 他是坐牢了吗 直接 劳改啊 他就是说当时的罪 那可能是70年还是71年判的 是偷越国境 因为朝鲜不能算投底啊 偷越国境 关键有一条叫阴谋投靠苏修 就是你起库投靠苏修 你没投靠 但是你阴谋投靠 这么个罪 嗯 在哪个地方啊 在什么 在山东他们那个寿光县 寿光县还有一个劳改农场 寿光县有有有劳 有先是 先是监狱啊 县大狱啊 然后可能做了一年什么 就放到劳改农场去了 嗯 嗯 这段历史你舅舅有没有讲过 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他没有特别讲过 嗯 他就说这个县大狱 这个比北京的监狱还差 知道吗 这必然是这样 那当然 嗯 但是后来他境遇好一点了 最后两年可能他干的活也不是很重 他说 什么看水渠啊 什么的啊 不是很重 嗯 嗯 那么作为一个烈士的后代啊 你的当兵呢 或者是你们家里其他有没有受过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待啊 嗯 当兵应该也没有什么 嗯 其实我想说呢 就是说我们家 后来我们判断最大的一个优待啊 也不能叫优待打引号的 就是1957年 知道吧 1957年 我父亲赵吕宽 他现在也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他当时人民大学的一个教师 还是 他当时还是什么 共青团校 校团委的一个常委 然后就号召提意见 那他就提了 对吧 开头他不提 他出身也是资产阶级 他就不提 但是反复动员 说你还是共青团的 什么什么青年教师工作部的部长 你得提啊 结果他就提了两个意见 我问他什么意见 他说一个我就说 这个又红又专 要怎么现在的理解不好啊 不正确 应该怎么怎么理解 这个还好说一点怎么说 他还有一个意见 他说这个人民大学 有些老驱来的同志啊 好像不太适合在高校工作 这就很犯计了啊 当时就给了他一个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后来呢就说人民大学 当时换了200多个右派 本来没有他 后来呢就批评人民大学了 说北大换了700多个右派 说人民大学怎么才 怎么才换200啊 这人民大学就急了 说那一天晚上啊 就就补了300个右派 本来就应该有他了 说当时一个人就是一两分钟 有个十个八个人的一个联席会议 就说一下就说过去 这就是了 这就是了一晚上300多个 据说是到他的时候呢 本来就要过了 就要通过了 就是右派 后来有一个领导就说 说这里有点事 说什么事呢 就说他爱人是咱们五六年毕业的 他的父亲 他爱人的父亲 是一个山东的著名的抗日烈士 后来那领导就有点沉阴了 就说后来有一个领导就问说 他们有没有孩子 那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离婚啊 后来也说有孩子 后来就领导说那就放一放吧 就下一个啊 next 这一下他就 还是这个党内严重警告 没发右派 要发了右派 就离开人民大学 就北大光剑了 这也可以理解为是 脱了烈士的这个福了 那烈士啊 平时好什么民政部门呢 或者是针对什么系统啊 或者是你外走 或者一些什么战友啊 当你有没有去来照顾你们 或者给你们慰问啊 或者是有没有 有什么安排啊 组织上 他是那样 他的那个烈士有一个 烈士有一个什么东西吧 他我姥姥和我舅舅的曾经都来北京了 所以他的那个烈士的关系就在北京 不在老家 当他的灵鹫在老家 专门有一个墓地 那也是四六年弄的 所以一直有这么单独的一个小墓地 要不是烈士 肯定不可能有这个东西 就早就会把你牵走了 签到那个统一管理了 这还是个问题现在 因为他的烈士关系在北京 现在呢出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国家公布了两批 这个著名抗日烈士和著名抗日单位 没有他 我们也没去争取 现在我觉得就应该说一说这事了 因为那个里头 好像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 已经到了政团一级的都应该有了 这个就得也得自己去争取啊 才能下一批才可能有你啊 他因为那个工作也老变动 也没有什么很有权势的老战友 有点保密性的牺牲之后 李正操的回忆都讲过这事 但是我们发现的晚 等我们知道了李正操已经快去世了 也没法说了 他活到九十好几岁 有这么个情况 你这条跟他的关系是 就是从东北那一段开始的 还是在上 烈士呢 像我舅舅享受烈士待遇呢 都有一个谁给你发放这个东西 他原来在山东 转到北京了 转到北京了 原来归民政部 现在应该是有一个什么 退伍军人部里有一个什么 什么司管这些事情 那好像每年春节还 还那个给我妈妈发一点钱 忘了是怎么回事了 以前块还增加了 现在还有 对 每年春节还有 原来是三百块 反正后来 我记得那个民政部门 就给他建了一个卡 这个就是 也不管你有没有收入 反正就给 还增加了 有这么一个东西 是烈士都给 那 那我们知道 所谓的中共建争之后 全国各地有很多人都会去找政府 我当年参加革命了 或者说我们家里什么什么人死了 对吧 有的还突然发现 哇 原来他是国民党退伍 有的还发现 要出些事了 给命 就是 有的事 确实是丢失的 战争中间 一打仗 有时候人就 跑了 跑了以后 你不得就赶不上了 然后这些人应该怎么算 有 据我所知 很多人后来就被 确定为什么 红军呢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这后来有很多 但他这个烈士 一直没有什么争议 所以也没有家里人去找 啊 没争议嘛 你要有争议 或者怎么样 就可能有人找 就有人去复查 我知道后来有很多情况了 什么分了好多档次 什么 离散老红军啊 离散西路军老红军 因为那些人呢 都是当时没有根据地了 后头有根 有根据地的这些呢 都有都有记载了 后来又有一些复查 包括一些被诉反的 什么 有些规定 因为没涉及到我们 我们没有特别去关注 现在我们开始关注 就说我们应该是这个 著名抗日烈士啊 哈哈哈 比如说我们就发现 我这个外祖父呢 他是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 他就算是参加了啊 逃出来就算参加了 后来一直是 长城抗战 查哈尔抗战 他应该算一个 参加过14年 抗日战争的一个烈士 而且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参加了14年 因为别人 你要不然你就没有 你不是14年 要不你就不是烈士 对不对 参加了14年抗战的 有几个主要的人呢 他们都不是烈士 比如东北抗日联军的 周保中 李肇林 冯仲云 这都是参加了抗日14年的 是 然后 国方呢 国民党方面有一个团长 王铁汉 后来他最后当到中将 也是14年 但是他们都没有 没有寻国 对吧 活下来了 其中有一个 李肇林是抗连的一个 重要领导人 他也是烈士 但是他呢 是四六年 据说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 那你不是抗日烈士 一句话 你不是抗日烈士 所以我们发现 迟今为止 真正参加过14年 又是烈士的 抗日寻国的烈士的 好像就是他 那我这个外祖父 杨绍镇 后来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 他那个 他们这个杨家呢 还是 据他们的记载 是这个山西来的 山西老 洪洞老槐树 这个北方都知道这个故事 而且他们还是 杨家将的后代 这个应该 也是有 有据可查的 读谱里说的 杨家将的后代 所以说就是有这个 抵御外武的这个 传统了 对吧 抵御外武的传统 嗯 那我现在呢 再讲一讲 就是你的舅舅啊 这个杨炳章先生 听文革的时候 他的一些表现 也是算比较激进的 那么也有传说说 他实际上是 这个毛泽东 或者马克思 或者是什么人 是他的一个 一个人生的一个榜样 这个当然在那个时候 也很普遍 但是杨炳章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是 他经常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以毛泽东为榜样的人 挺多的年轻人 中国人 但是他呢 说他还 跟马克思 他要学马克思 因为他呢 喜欢哲学 知道吧 从那个 他就想上北大哲学系嘛 为什么从部队院校退下来呢 就是想上北大哲学系 他老看这个什么 黑格尔 这个费尔巴哈 这个康德这些的书 而且呢 他他那个认为啊 他的那个 当时的女朋友也是个高干子弟嘛 我说了嘛 华尺我们把他叫舅妈 父亲是个九级干部 二十九年入党的 他还认为他 他被压低了 被 然后呢 还比他大 他说这就像马克思跟燕尼 嗯 而且他 我妈妈呢 资助他 他就想自学 他说他要当马克思 啊 说我妈妈可以当恩格斯 资助他 后来有一次他们俩争吵说 我妈妈说我还想当马克斯呢 你怎么不当当恩格斯呢 这个也在有一次我跟朋友们互动的时候 我也特别感想 就是说他们都学文革以后啊 最开始的时候 聪明的人都去学数理化了 对吧 嗯 认为了数理化是很聪明的人 我同意啊 我是学那个时候能够学数理化的人 智力是并不低的 但是呢 我说还有一些人是最聪明的人 他们学了什么呢 学了哲学 或者是有的学了中文 嗯 嗯 这个呢是跟文化大革命中间 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学习啊 学马克思嘛 对不对 什么那个 什么 共产主义 什么什么 马克思小组啊 什么什么 这种人也有一批 嗯 少一点 你像胡平啊 这个陈归德啊 对 杨炳章啊 这都是非常智力 都是非常高的人啊 不是说很入口的人是学哲学啊 我想聪明的人是学了数理化 但是最聪明的人 学了哲学 本来是让他学数理化的 包括我父亲什么那时候管着他 他坚决不学啊 他要学文科 后来最后是学的外语啊 这个他也很很得意于这个外语 要不然你怎么上哈佛博士那个年代 外语不好的话 嗯 但是这种哲学或者是外语最正 你看杨炳章所做的路 就跟后来的留学生就有很大的不同 后来的留学生 学会你的英文不够好 学会你的成绩不够好 那么你你不会去读一个到哈佛大学去读一个中国历史 去研究毛泽东 对吧 那因为你在美国去研究毛泽东 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像现在 现在可能你还比较人美一点 当年啊 主要是对付苏联嘛 对吧 没有那么多的重视中国的事情 而杨炳章他跑到这个美国来 我听一些朋友说啊 就是他走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都是录取他 因为因为这样的就是他本身成为了一个宝贝啊 一个西汉的一个一个人物啊 啊 结果呢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一个中国历史这么一个专业 而中国历史的这种专业你要毕业出来找工作呢 就跟提到专业就很大的不同了 是 嗯 嗯 但是他学这个呢 他他做论文啊什么这些 他都可以有独到之处 导师也不懂这些事情 哈哈哈哈 他当时是四个学校录取他嘛 嗯 哈佛耶鲁密之根和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还给他 都给他奖学金 全奖学金 但哥伦比亚要他干点事啊 这个 什么有教学任务啊 当然他最后会选择这个哈佛 就是这个 你你你现在看看 你舅舅号的你跟他一起打交叉 你觉得他是不是在你所跟 把他和一般人相比 一般人相比就是真的比较世俗的人了 对吧 嗯 那杨美章身上是不是一些比较特殊的 这种气质或者特殊的想象不太一样 他应该是这个在这个叛逆的路上啊 他是比较早的 你想六四年他能从部队院校退学回来 那你就算复原了 你也没有收入啊 退学回来 他专心要搞这些事情啊 要学这个青年马克思 弄的比较早 他也外语又好 他很早就看到了一些国外的东西 其实图书馆都有 大家也 包括六五年他就看到了啊 这个 但是大家那时候也都不看这些事情啊 上次有一次他生前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给我妈妈做生日 来了一个也是我的同学 这个人就回忆说79年的时候见过我舅舅 那就是哈佛他应该是第一个86年 后来说有一个人是87年拿到的 这个人还说他是哈佛第一个大陆之后的博士 好像不对啊 好像不对啊 而且他们一块的那些人呢 别人都是公派 但是他不是公派 他当时就拿着这个什么F1 什么这种签证来的 嗯 嗯 别人公派呢 又想办法留下 只好就搞一些事啊 一直等到 嗯 他他不是 你们的家族啊 好像这个无论是山东还是云南 其实都有很多的历史典故值得挖一挖 这个除了你讲的月祖啊 你的外祖父啊 你的这个祖父啊 都是非凡的人物 那么这个跟菊德啊 跟叶基因啊 跟他们都采上关系可以 但是就是说 你们的这个两大家族里面 还有没有一些台北的人 听说有的人呢 还在中华民国的政府里面 担任过重要的角色 这个我的祖父叫赵印桥 印就是一个草子头 一个阴阳的阴 桥嘛就是桥梁的桥 他没干什么 他就是上次我说错了 他是1890年生 1910年入云南陆军江武堂 进入专科的 我只是从辈分上觉得 他是朱德的学弟 叶基因的学兄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他的具体的事情 也没干出什么大事情来 跟着护国护法 这个辛亥他都跟着走了 跟了七八年 又退伍回来 当了警察局长 又当了几年 他就又不干了 然后四十几岁就因病去世了 他参加护法 他参加护法 那这个资格太老了 护国护法嘛 云南的 云南的这个滇军 他就是反中央的 反北洋政府的 北洋政府又要干什么 他们就不干什么 对不对 袁世凯要 要当皇帝 他们就首先来反对 他那个 他那个地方使得 他就可以反对 他离得远 对吧 他的武器也好 离得远 有蔡厄有唐继劳 这些人 嗯就这样 嗯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你的家族的这个背景 你是白族 这个白族是怎么来的 是跟汉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大理国是怎么回事 你个人在家族里面有没有得到的一些说法 他是这样 我上次不也说了吗 这个白族在民革的时候呢 就是也不认为是 不被认为啊 他自己也不认为是少数民族 就是云南的民家人 后来1956年还是什么时候 建国以后就搞这个民族识别 嗯 当时就一下就定了五十几个少数民族 反正按照他的那个框框 你就是少数民族了 啊 其实这个事呢 后来我们在想也 你定出这么多来 就是也很麻烦 啊 后来很多人就都要求自己是少数民族 甚至不是一个族他也想要求 因为苏联当时定了一百多个 呃 后来呢 就中央也看不行啊 就说就是55个 后来又加了一个独龙族 其他的呢 就说你是某个族里的某个人 比如说摩索人啊 你是属于什么什么 纳西族的摩索人 其实这些人也不高兴 你要这么算来算去就没完了 其实按民国的说法呢 回族都不是族 他说你就是信教的 信教的这个 汉族 嗯 这也有他的说法啊 弄出这么多事来啊 那你认为你自己是汉人 还是你跟汉人有很大的不同 我应该就生在北京啊 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然你要说按血统 他就是这么个血统 嗯 他是 白族我上次也说了 他就 以前建立过南昭国啊 当然那个国王不是白族 是遗族 然后后来有大理国啊 他是按这个按这个说法算下来的 有说大理国的那个丞相啊 宰相他叫清平官 说这个清平乐这个词牌就是这个清平官 上朝时候奏的乐 还有一些唐朝留下的音乐 说他们那边还在弹演奏 白族纳西族纳西族的古乐 因为他更偏远 他就更容易保留下来 你知道吧 你不那么偏远 你就相对不容易保留下来啊 大约是这么个情况 那个我老家这个镇叫喜洲镇 据说还很有名 他们以前是南昭国的首都啊 什么别宫啊都在那 有去过吗 我当然去过啊 就有几大家族 杨李赵董章 什么什么段 什么凡大家族 世世代代 从唐朝就有记载 那小镇 他们统计说是从这个明清两朝 五百年 这个小镇子就跟一个大村子一样 就出了三十一个晋士 明朝十四个 清朝十七个 禁士 这禁士就很厉害了 禁士呢 你像范进重举 他不过就是个举人而已 那就 他就要疯了 禁士 算下来说是 袁明清三朝 一共中国有过五万个禁士 六百年 平均一年就是 不到一百个 七八十个 一年啊 当时十几个省 那就一年的禁士 平均一个省 可能就六七个禁士 那跟现在的博士什么什么 博士后没法比 稀缺 稀缺 稀缺程度 没法比 还有一个唐兄嘛 这个唐兄的父亲也是禁士 这个唐兄就是张耀曾 他就是留学日本 学法律的 然后还当过这个孙中山的法务秘书 然后那个回国 参加过辛亥的那个南北一和啊 又是什么 还起草过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 那1913年 然后就民国的法务总长 当过好多年 后来一直到 还挺正确的啊 一直到了这个冯玉祥北京政变 曹坤下去 他们还带行过什么总统职权 还是怎么回事 后来那个奉系军阀进京 他就走了 就到上海开业去了 然后他的 他的女儿 有几个女儿 还有一个其中 还是什么中国使馆宁儿之父 这几个女儿都比我爸爸大 我爸管他叫表姐 我小时候还见过 叫我管他们叫姑姑 那个张立珠就是中国使馆宁儿之父 就大约这么回事 像我们那个赵家也有进士 那有的明朝多 然后就早期有 他这是比较晚都有 所以一直到 他的那个 当过中华民国的法务总长 是这么 后来到上海开业 这么个情况 这些家族的故事 你真的要整理一下 还有很多 我准备 我父亲已经91岁了 我还准备 我在昆明 后来是那个 买了一个小房子 我准备 我父亲那个 我这次没法弄了 就是说 带他回云南 看看 他应该是云南辈分最老的人了 91岁了 91岁云南的 在你们老家那些地方的人的 寿命不长吗 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个他们那边人 可能寿命稍微长一点 他这个云南人啊 他是 他们主体是海拔2000米的人 我说 就跟汉族人是海拔3000多米的人 那汉族人主体就是海拔100米 或者几十米的人 他们 所以那个 像国家都到昆明去训练 海拔2000米的人 所以他们他们身体素质还可以 其实藏族人据说遗传最好 但是他太好了 太好了之后就有点翻过来了 在内地 就有点不适应内地了 我再请教一下 你作为一个白族啊 就是我们一般的心理来讲 少数名字 我们还是有一点特别的感觉 但是有些名字 我是没有感觉的 比如叫藏族啊 什么什么回族啊 对吧 有的时候就是个别的生活习惯 壮族就几乎没有 白族 你作为一个白族 首先你为戴德国特别的照顾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跟汉人是不是什么不同 没有没有 白族不光在北京没有照顾 在云南也没有照顾 就是有的那个山地的那些民族 是有照顾 这也没照顾 你说壮族 壮族也是民国的时候也不认为是有壮族 也是后来搞这民族识别什么什么搞出来的事 其实这事也不是很 现在想想也是制造矛盾有时候 知道吧 本来没有事 你非要弄出个事来 新疆 他成立维吾尔族自治区 当时就说啊 本来是新疆省 后来就说新疆自治区 后来有些人就说非要写维吾尔 最后也就同意了 你写了维吾尔呢 那维族人就觉得新疆是我的 而这其他族呢就也不高兴 说怎么干嘛非写他呢 那哈萨克为什么不写呢 什么这 这都是矛盾 本来这些矛盾 应该像美国这样淡化 你像美国就是 就分这么几个什么白人 黑人 亚裔 几个大类 你越分越细 其实后来都都已经有点乱了 有点乱了 对 你要这样 美国的很多州 德国好业比 这个英国好业还多 对不对 他也不写了 你这么细分下去有意义吗 没意义现在已经很乱了 比如原来最小的那个贺哲族 当年呢只有三四百人 现在好弄出上万 其实一点民族特点也没有了 大家听着好好听 我有一个亲戚 他嫁了一个小伙子也挺好的 小伙子的奶奶是满族人 他搞来搞去就说他是西伯族 还把他们的儿子也弄成西伯族 他可能觉得好玩知道吧 中国也挺好的也没有民族歧视 这越弄越乱我的感觉就是 你觉得中国没有民族歧视吗 应该没有 应该 当然你要说在少 完全少数民族地区 他要是有斗争 有什么所谓叛乱 那可能会有点 那大城市应该没有 你讲的是大城市 城市 这些地方 这城市不但没有 而且我在有一些城市里面 发现特别有意思 像我们 我们说你是少数民族 我们就会突然会对你正经一点 觉得应该对你好一点 不能欺负你 他那个什么配备领导干部什么 有可能也有专门把你标出来 那你可能有点优势是不是 对啊 有一些人被标一些国家领导人 某一位国家领导人 好像是代秉国吧 是贵州的什么东西 其实他跟那个族没什么关系 他也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什么 跟别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代秉国应该不就跟汉一样吗 对吧 他后来弄的也怪 比如咱们这个素裕大将 他自己都说他是汉族 后来非要他去世了 非要把他定成洞族 因为根据他的家族 什么又是怎么 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啊 甚至清朝的时候啊 他是有这么分伐 就是说你是话内之民 还是话外之民 他并不符足 就你姓孔教 你读书 你就是话内的人 对吧 你不读 你包括山里的汉族 有一些云南 那有一些贵州 有一些人啊 他是老汉族 后来我们叫他 他自己说的南京人 他已经明朝就去了 后来他在边缘地方 他已经 他自称他是老汉族 嗯 已经清朝什么 不是还有那种情况吗 说是输辫子的 还有不输辫子的呢 知道吧 就清朝都没统治到他 清朝的就抗清 不输辫子的山里人 都有 对 实际上 未必这些民族 真正跟血云 文化来讲 跟这个汉人 有本质上的差别 他有的地方 可能就是汉人的一个分子 也是可能的 看你怎么说了 看你怎么说 当年就这么说了一下 后来在八十年代 又又搞了一下 比如那个东北 原来满族 已经很少了 后来又弄出很多了 那你这个人 其实这个血缘 你上去是五六代的话 你血缘已经很少了 而且你的祖先 本来是很多的 对吧 二四八十六 你这股仙很多 你要非抓着一点说 这也没完 嗯 这个我们再来讲一讲 这个朝鲜的事情 就是你舅舅在朝鲜 跑到朝鲜去很厉害 怎么逃的 因为六十年代 他为什么跑到朝鲜 就是是不是跟朝鲜有 啊 当时候发展很好有关 朝鲜当时候GDP是25啊 那么是全世界最好发展的最好的地方啊 比南韩比中国都也好 他也不是太愿意说 他是六八年初把他教育释放的 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也不舒服 就没什么收入 到底的干部他以前还告过人家 就是有的群众要告这个干部 就让他写状子 他有这个问题 后来他就跑到吉林 跑到长白山去了 当时他们山东人搞这个闯关东 嗯 他们就在那聚集 其实那个据说那个长白山里头 那个林场什么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是王法不到的地方 而且也不是很穷 有东西吃 有活干 他在那待的 应该那的人有有经常跑朝鲜的吧 还有跟朝鲜人这个走私这个食品啊 或者什么走私东西的 这就离得很近了 尤其到冬天 有那个鸭绿江 他可能当时也境遇不好 还说想去莫斯科上学 不管他怎么想了 年轻人他就跑过去了 上次也讲到过一些了 他怎么跑过去的 就是鸭绿江过去的冰冻了 当时那个边界也没有说 像那个香港的边界是在封锁那么严 说经常有过 他怎么被抓 怎么一个处境 他也不因为 他有没有讲过一些详细情况呢 他是找人家去了 说我要到苏联上学 我是抗日的 朝鲜呢 一看他的特殊 跟那个当时那些 脱越国境的人很不一样 在边境关过 后来就送到平壤去了 上次也讲过了 后来中 中朝关系急升 恢复 就是双方必须把 尤其是中国说的 我们的逃过去的人 你都得送回来 不也说到了吗 逃过去的人多吗 很多吗 具体我也不太知道 多不多 肯定是有了 中国那么乱 他的生活又好 相对好 我倒是发现你们云南 逃过不少 逃到米甸 逃到这个泰国北部 还有什么 云南什么什么知青 不如我去吓一跳 他们那边很容易逃的 我那个92年的时候 我去过一次台湾 开一个什么会 土地改革的会 后来我父亲就让我 这个我应该是91年底 去过一次 就让我找他的一个老同学 然后我说怎么找啊 我上哪找啊 后来我一看那电话本 在台北啊 有那个云南同乡会 我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 然后那个同乡会 就挺高兴的 说我们12月25号 要开一次什么同乡会 是纪念这个护国 护国的这个多多周年 你一定要来 然后他们那个秘书长 还真是我爸的一个老同学 但不是我爸要找的那个 知道吧 是说起来是那个学校的 结果那个我去了这个同乡会呢 还让我讲话 我也讲不了什么话 然后就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呢 不是49年去的 是五几年 先跑到金三角 后来金三角呢 那些人撤到台湾的时候 到台湾去的 然后云南我还知道 他们那个文革的时候 好多人跑去当免共 免电共产党 这个有的人就在那 还当了点什么 但整个免电最后不行了嘛 整个免共不行了 这些人也就失散了啊 什么什么 反正那地很容易去 而且在中国就是说 你犯了法 那个地的边界也松 你就可以去去那 要不然你就 对 那都是秦三彼一样 我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 我都去过 我也经过那边的一些华人 那个地方所谓的一个国民党的 什么遗路的 布袋子那个地方 实际上是一批农民 哪里什么军队的影子啊 但是他们搞了一个很大的纪念堂 那是台湾给的钱 因为台湾需要通过这么一个东西 来证明我们有反共基地 其实反什么基地啊 有一个人叫李弥 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司令 淮海战役的时候 做他逃了 他呢就当了什么云南的什么 什么什么 反共救国军吧 司令还是什么 当时台湾很重视这支力量 不管他实际作用多大 毕竟是有一定宣传价值 对 后来中国解放军还进入缅甸 跟缅甸政府商量好了多少公里 去打击他 他也打不过解放军 但是他打缅甸政府军 他还是有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跟缅甸人不是会打仗的人 还是可以的 对 他们的后代啊 我也听过一些 实际上有的跟当地的人 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他们就是有的还跑到曼谷啊 跑到阳光啊 就做过什么生意啊 或者是读过什么书啊 实际上童话的很厉害 我到 杰卜站 老欧啊 缅甸啊 这个 泰国北部 这些地方我都发现 身后方式啊 至少给人的感觉一些 什么舞蹈啊 什么之类的 跟人呢 其实是很接近的 我有一个唐 唐兄 唐兄 他是学 他是中医 他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 就在那个瓦城 就是曼德勒 缅甸的曼德勒 嗯 开业了 还开业 还好多年 当然后来的缅甸不行 那就经济不好了 他就又回来了 嗯 那如果说你舅舅 他上一次讲的一个笑话 他说 崔少卫如果喜欢他 嫁给他 他就留在朝鲜 就是他 那他留在朝鲜 你会怎么样呢 你觉得他 人家没喜欢他 就是说一个金匠 一个崔上卫 跟他谈话 这个那个崔少卫呢 当然很漂亮 北朝鲜的那个 北朝鲜的女的 是很漂亮的 我问过朝鲜族的人 说在朝鲜就是说 南方的男人好 就像 叫南南北女 北方的这个女人 就像咱们的江南美女似的 这个意思啊 说那个崔少卫 还会中文 会英文 你知道好吧 他就说笑话了 人家怎么会 这样子 他如果留在那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性呢 那当时他要 他后来他不想留了 他知道那北朝鲜 他发现不好玩 那个地方 人家也不送他去上学 他就说 我没有 我没有朝鲜血通 人家说那你回去 会受处罚的 那就处罚就处罚吧 就把他送过来了 如果后来本来就说 我们就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留下你 他说那可能都完了 以他的性格 你肯定是 北朝鲜很厉害的 你稍微不对头 就把你劳改去了 什么什么 那他后来跟朝鲜 怎么一直把他押送回到这个山东 这个过程他有没有跟你讲 朝鲜当然是先把他押送到边境 交给中方了 中方的人在下回到山东 然后他中间逃跑 是这么回事 他中间逃跑了吗 中间逃跑了 从天津逃跑了 逃跑到北京又被抓住了 到我妈妈那去 当时我们就说 他如果留在朝鲜 那可能就老改去了 都可能 因为你只要跟领导不对 哪个地方不对 就完了 我还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经历 又是哈佛博士 我们要给人给你写个文学作品 说你这个比如说 那时候金正日正在跟美国搞一个什么 他还去访问了是吧 金正日到美国访问 我说你应该是 哈佛你要是博士毕业了 你要是给国务院做点什么事 你也参加这个事 那北朝鲜的代表团来 可能那个金少将 或者崔少卫来 你都能看得见 至少你有这个经历 你就不算乱编 当时就这么说 你舅舅是坐了三次牢 一次是在朝鲜 一次是在山东 一次是在北京 对吧 一次是北京 他那个半步桥监狱 龚德林监狱 因为我舅舅跟我妈妈关一块 我还给他们送东西 我都知道 我都去 都说我去给他们送东西 他们来信要什么东西 当时你的感觉怎么样 一个舅舅一个妈妈 都在关在监委里面 对啊我就去 我记得那些看守出来 都不是看守了 什么管理人员说 说那个你妈妈 你舅舅是犯了什么事啊 我就我都知道说 我说他们是反中央文革 那些人也就不管了 他们算是拘留 但拘留呢 就是说没有期限了 本来拘留 按现在的说法 就是拘留只能有多少天 但当时是不管的 拘留的天数 那后来你舅舅 这个离开监狱的原因 听说是 因为他上一次我们讲的 很很传奇的一段嘛 就是他要去见毛主席 结果没见到 结果见到了江青 因为他给江青写那封 要给江青 江青就不给他见毛主席嘛 或者说见不到嘛 因为他就说 有一封信要交给这个 毛主席 那江青说那你就交给我吧 那那封信是 是是是是 是一个很很搞笑的 一个事情 他决于是解信要 江青不要公开 胡动 不要后来他就被打倒了 这个这个 杨炳正被打倒了 那但是他在监狱释放的时候 听说他还写过检讨书 写过规告书给江青 是真的吗 他就人家释放他 他也挺高兴回老家了 后来人说你别走啊 这还有事呢 你就这么走了 你议论了江青 你说他支持这个 宁元子是这个 宁元子是什么政治娼妓 他当时就写了一些东西 说中央文革是他的这个恩主 又是什么 反正写的挺恶毒的 被人家认为啊 说你就这么就走了 说那个 你得给江青写个 写个毁伯书 或者什么东西啊 我们都这么处理的 嗯 我妈妈后来从监狱办学习班出来 他也承认了一条 说说过对江青康生同志 不尊正的话 知道吧 嗯 其实你要像张志欣这样 就是死不认错 在里头就是 就是大喊 反对毛主席啊 那那就那就严重了啊 那种人也很少了啊 当然他们都是 还是没有承认别的 后来我舅舅说 那就那就写一个吧 不写人家还不让你走了啊 他还费神了 他说写江青同志吧 他也不够格 后来人家说 那些小孩都是写的江青阿姨 后来他想想 那毛他既然是毛鲁的夫人 写江青阿姨也可以啊 他就说我错了 我不该这个 也就这意思吧 很短的一封信啊 人家就收下了 但是给没给江青看什么 这都不知道了 嗯 那对你舅舅这些人士的历程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呃 他自己也说 他说他这个 他还是受教育很完整的 他最完整的一段 就是在101中学 他从12岁嘛 就是上了6年 这个中学 101我上次也说了 101中是什么 从张家口搬来的 进察纪的什么联合中学 当时呢 郭沫若 郭老给提的校名 就这个番号就随你选了 他们自己选了 101 就是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啊 这个 所以别人都是30中啊 50中啊 他叫101中 地盘也很大 在那圆明园遗址上 其实那里头都都归他 当时啊 没有什么大单位 有些农民什么的 都归他 现在地盘也是很大 你要真算下来 北京最大地盘的中学 应该就是这个中学 101 很多这个 所谓的红二代 高高层的红二代 其实还有很多 跟他比较熟的 有那个 有些知识分子的孩子 比如华罗庚的儿子啊 现在有一位叫张从的 我管他叫张叔 也是 都是北大清华科学院的知识分子的孩子 工农的少 红二代其实也没那么多 只不过他们显得这个著名嘛 显得著名 这个学校就是说老师也特别好 学得也很扎实 他是五七年入校的 说当时呢 那个他运动好 他运动好 所以也算个知名人士 说当时这个学校还跟苏联的一个 莫斯科的一个很好的高中学啊 是姐妹学校 他们都有这个苏联的这个同学 户记照片 户记贺年卡 十月革命的时候 嗯 说那个学校还来了一个足球队 跟他们的足球队比赛 他们的高中足球队 那时候他还是初中嘛 说第一场呢 这个苏联人赢了 嗯 结果又赛了第二场 第二场他们居然赢了苏联人 那很不容易的 中国本来这足球这不行的啊 后来苏联人很不服气 就是那个中学生啊 莫斯科中学的 就说要再决赛一场 后来可能是贺龙是题为主任吧 贺龙说这样就挺好 不能再赛了 你知道吗 你赢了老大哥很不可能的 也不好啊 输了我们也不高兴 就不赛了 嗯 就这么个情况 说当时他入学的时候也是考试了 考试我说你考什么呀 他说那个他就记得一道题 是讲天文的 他答对了 就是太阳 地球围着太阳转 月亮围着地球转 如果这个 如果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怎么样 听着我就有点绕啊 反正他学过 他就答对了 就这些题 嗯 数学啊 什么都都是学的 说当时就已经学了 说根据公布的这个参数 大家计算一下 苏联的人造卫星 是从哪发射的 老师这个就是 带着同学们计算 最后他们就计算出来了 就是出来了 就是在莫斯战 附近的一个北级多州 东京多州 反正就是真正对了 就是这么个情况 保三分之间 这很多高就开始选外语 然后高三要选文科理科 这么一批人 101好像把他还当成一个人物来 对 他因为后来他是哈佛博士嘛 因为101那些人没有人当到这个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容易 到国外去当这个名校博士了 对我还听他说 他说呢毛远欣当时比他大 三四个年级 他刚去的时候呢 然后学校产的这个苹果 就让毛远欣带回去给毛主席 当然毛远欣就带了 还带回毛主席的画来 还带回来中南海的桃 什么付给大家吃 就这么个情况 那些高跟子弟跟你 舅舅有沟通吗 前头那些 他没听说有沟通 好像有一两个 他跟的还是比较熟的 还是几个那个知识分子的孩子 有一两个 有一个他说 后来当过当过一个部长吧 但是他去世了 还是他什么世纪101 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 活动跟他有关 对他们都有校庆的 有校庆现在这次 好像又要有一个多少年的 但是这不是疫情吧 有疫情可能会重减了这个活动 回过头呢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了 要你讲一讲你的母亲 你的母亲 那么这个 你的母亲 从资历来看 很老 对吧 13次就参加革命 参加中共革命 那么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在北大的时候 也是一个丰人人物 那么这个跟聂云子啊 跟这些文革他中间的这个行为 他的书里面有没有详细写 他书里写了 我也知道 我母亲的事我当然知道比较多了 他就是上次也说了一点 1949年的时候 他那个 有一个华东三野的 华东野战军的财经纵队 南下 他跟着 他是一个当时是银行的出纳员嘛 南下 后来我们到老家 还从那乡子里翻到一个南下 进军的什么给家属 给家属的一个证明信 挺有意思的 那个 在老家的就都保留下来 拿到北京的就已经那个 都散失了 被吵架过好多次嘛 他就说他南下的时候 上次不也说到了吗 我老爷牺牲前跟他说 20岁以后你才能考虑这个 婚恋问题 他跟我父亲认识的时候 就是20周岁 我老爷说的可能是虚岁 他们可能那时候都按虚岁说 对 他南下都出过一个什么事啊 有一个团级干部 就想找他 他也没有 没什么感觉 那老兄就急了 那老兄就急了 就找他 就把手枪拍在这个桌子上 说你今天就得签字 你不签字 我跟你同归于尽 后来我妈妈就说 一下就气了 他就甩门就出去了 就找了这个 政委 政委就大惊啊 来了之后就把这老兄就枪就给吓了 说你回山东老去去吧 你不要拿下了 是吧 然后我妈妈后来说 说我也不是那出身不好的那些人 要通过老干部找个保护 给我来这套 那我们再讲到北京大学的时候的文化大革命啊 你妈妈讲过一些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吗 他这开始的时候是 我都知道一些了 那时候66年我已经12岁了 我12岁了 我也老去看大字报了 他呢 我上次说了 他是1959年呢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被他打了五个人 他算最年轻的一个 他是助教其实啊 就90块钱工资的助教 后来就没长过 等于是校党委打的他 所以呢 后来他也 这个事不像右派那样 后来就不说这事了 所以等于是校党委打的他 所以后来呢 他就校党委成了这个黑帮之后呢 他们这些人就是左派了 就是被校党委迫害过的人了 所以宁元子呢 应该也是这一类 他们都是老区来的 所以宁元子就江青他们支持 毛泽东支持的 他就当了北大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然后还有一些常委呢 还有一些委员呢 我妈妈就是一个常委 当时可能邓补方也一度当过常委 然后就 他就跟宁元子就是有矛盾了 不管怎么说 就是对立面了 是对立面 但他也没有参加什么群众组织 他就上这个后来串联 还带着我去串联的 我说带着我去串联 他回来之后呢 他回到学校 那个时候呢 对 还有一个事 他一度还是挺那什么 我就记得1966年8月31号那天 是毛主席接见第二次红维兵和革命师生 那次人最少是50万 北大就去了一万人 去了一万人 都是那大轿子车 在那个 在学校里停着 然后我妈妈还带着我去了 他就是那次 他是那个 北大的那个 这一万人的总指挥 带着一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去 各系的人都向他报道 是站在哪 什么 我们就站在管理台嘛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是其实就是 后来看就是你 你最风光的一次了 叫做撞罪惊奇拥万夫 对吧 那次那个 66年8月31号嘛 我也去了12岁 当时其实 毛主席 林副主席 周总理 其实后头也有 也有刘少奇邓小平 那车里都有 那时候他们没有彻底 彻底垮了 50万 50万人 但50万跟100万区别不大了 大家也看不到这么多 那整个那广场真是 歌如潮 旗如海 那种狂热劲头 那你那么小 你怎么做 12岁也不能说太小了 也有印象了 但是听说当时 还有人鞋子也都掉 甚至有人还被查死了 才死都不知道 我就看到一大堆鞋 当然后来还有人说 还有掉下这个金子的 比如红卫兵 他抄家带着金子什么 我倒没看到金子 我就看着一大堆鞋 所以12岁你也可以算一个小革命了 造访小革命 没有 我是小学生 我并不是什么红卫兵 什么也不是 后来我妈妈还带我去串联 走到青岛 南京 武汉 长沙 韶山 后来就要我自己回来了 跟着什么一个人 他又去了云南 去了云南 因为他以前没去过云南 去过我爸爸那个老家那个镇子 他回来还说 哎呦 说我原来以为他就是少数民族 没想到那地儿 那房子那么大 大扁什么什么 还是很很有文化的 他不知道原来的 那你妈妈在这个 对文革后来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就后来呢 就是12月他回来 他从那个串联回来 这边有一个逆流 反中央文革的逆流 我舅舅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翻出他的写的东西什么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逆流的人 还有好几个人 他也说了一些话 他说那个中央文革不就代替了政治局吗 中央文革这些人 康老 他管的叫康老 七十多岁了 他就没私心 过多少年之后 他们谁知道他们出什么问题啊 这都被人揭发出来了 人家就把他扭送到这个公文机关去了 等于这么抓起来的 其实康生指示的 宁元子执行的 本来他就反对他嘛 用反对写大作反对他 宁元子后来那回忆录里又乱说 说周总理还过问这事了 本来这是他一个挺大的罪状 他老这么说呢 人家就这事就不太提了 就说别的了 你妈妈后来去了这个 从北京大学到了这个 这个中国设可运农村发展所 那么这个所后来成为改革开放 早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幕僚 最重要的智库力量 他是这样说 他呢当过农村发展所的 好像宣布过他是副组长 后来呢因为他年纪大了 就他成了顾问 然后呢他去调这个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呢 这个所本身是一个正式的所 但当时一度把这个发展组啊 这个挂在这个所底下 当后来他们独立了 但是一度把他挂在这个底下 那时候呢他去的时候 本来是说让他去参与领导 这个发展组 把他调去 但是这个调动过程 他已经五十几岁了 就比较麻烦 最后调了两年 等他去的时候 这已经那个任务都不存在了 然后不存在了 他还是去了 一开始去当了一个史主任 什么的啊 就这么个情况 那些发展组的那些 现在那些大师呢 应该都是他的学生 你像一个北大七七级的 就多少个啊 嗯 很多这个经济学界啊 甚至包括政界啊 那么这个跟你妈妈都应该 很多的认识嘛 那包括王一 还有一个情况 我妈妈跟那个立宁很熟 我父亲也跟他很熟 当时呢我父亲是赵立宽嘛 他是人民大学这个劳动人事学院的院长 也是博士生导师 他跟立宁有一段 他们俩互相啊 因为你这个博士 你答辩的时候 你必须有一个答辩委员会主席 这个主席呢 就当然不能是你 也不能是你这个学校 必须是一个外校的知名教授 所以他们俩经常就是 我给你的博士生 当答辩委员会主席 你给我的博士生 当答辩委员会主席 因为你就不能找别人 哎 这么个情况 有立宁有几个很重要的学生 都是后来都是领导人级的国家 我发誓他们答辩委员会主席 我说那也算是 那农村发展 你有所很多人 你都是卢小鹏啊 王岐山啊 陈一思啊 那你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认识的 我不认识的 王岐山我没 不认识 但是罗小鹏 陈一思这都很熟了 那种在我们家吃面条的主 周期人啊 但是现在 胡耀在这个中国的 舞台上好像 周期人 算那一代人里面 比较活跃的一个 是吧 还有单官的陈希文 我妈妈有个学生叫邓樱桃 他去世了 他是邓丽群的儿子 嗯 他们都很熟 邓樱桃的那个太太 王梅嘛 还有他的儿子 你看我妈妈那个过生日 他们都来了嘛 嗯 都来了 邓樱桃 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跟他父亲 他的父亲名声很臭吧 那么但是 郑宁桃听说是 他就有他的 他有他的理念 他跟邀邦 子阳他们是 是比较对立的啊 就能这么说 嗯 对 我不知道是香港媒体的足音 还是怎么样 把他定为这个祖王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是郑宁桃本身呢 好像也被他 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其实很多人 认识郑宁桃的人跟我说 实际上郑宁桃这个人 非常好 是 他也吃过很多苦 什么什么 老三界的吧 吃过很多苦 嗯 嗯 邓丽群 嗯 我记得我到了 刚到社会科院的时候 嗯 我在一个什么中外关系研究室 当时就需要这个中苏关系 嗯 我们还去采访他 采访他 那个先跟邓云桃说的 后来也他都接待我们了 因为他在新疆的时候 当时他是中央派他当那个三区啊 就是那个高 伊犁三区 三区革命联络员 对 那是毛泽东后来批评的嘛 也没有批评 这个三区嘛 就是苏联人支持的 是他跟刘少奇去的 然后当时就要派一个人 就派他 还有带着报务员去的 嗯 采访他这一段 我记得说的还挺好 他就说 当时斯大林跟这个 刘少奇这个会谈的时候呢 因为三区嘛 他有好多问题 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斯大林就说 你们要是觉得三区 就等于把三区送出来了 就说要别的利益了 说三区你们可以这个自由处置 后来刘少奇说 我们想把它编一个军 实际上也编了 第五军 斯大林说也可以不编 知道吧 可以不编 就编散了都行 就大老板得说话 后来这个刘少奇 还请示了国内 国内就说 那怎么行呢 说他们 我们怎么能不编呢 说国民党起义的人 我们都编一个军 编一个兵团 怎么能三区不编呢 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肯定他们 虽然他们里头有很多问题 当时反国民党的时候 又什么什么民族仇杀 什么的 当时都说这个不是主流 被纠正了 什么什么 这么个情况 那你当时进郑立群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左的 我不参与那些事情 他说我就是一个前辈 就是一个前辈 我们去采访他 他是一个历史的当事人 其实有人后来说 说立群同志这个人 如果是他一开始选择改革 他也会很坚定 反正他那个 他那个架势就是想当总书记 就是一句话 就有这个素质 有这个素质 别人是总书记 他就要搭 知道吗 如果说要按改革开放 他可能也是改革开放的 有人这么说 你觉得他确实是有这个能力 是吧 其实有能力的人 也不止一个了 就是说有这个 又有这个能力 又有这个报复 这种情况 那他为什么没有当上呢 那就是小平同志考虑的问题了 他为什么没有当上 本来就很难啊 这种标志性的人物 本来就很难当 就一个嘛 对吧 可能有十个人 八个人 都都有这个素质 都有这个 那只能有一个人当 对对对 好啊好啊 今天我们一口气 把你家族 他的类已经涉及了很多了 那你想一想 还有哪些东西 我没有问到的 你需要补充的 也差不太多了 咱们多长时间了 已经 哎呀 一个多小时了 差不多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 今天就差不多 你整接一下 这个 你还要不要整接一下 你的究竟还是 我总的 稍微说一下吧 上次呢 我记得你说这个 我老旧杨炳章是这个红二代 其实不是很准确的 那跟红二代 区别还是很大 人家那个生活条件 人家那个权势 我们是没有的 你人都死了 有些极著名的烈士子弟 像比如说 咱们原来的总理 李鹏同志什么这些 他很著名 但又很有人照着这些 但很少这种人 其他人 你人死了嘛 你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你就享受 你的这点烈士待遇而已 也很微薄的 也很微薄的 而且呢 我记得 这个毛主席也说过 后来这没有公开 毛主席说 说这个优秀的人 很多都牺牲了 说剩下的人 有一些就是渣子 你知道吧 他生气了 他就说 后来我看张学良也说 老战争嘛 他就说 忠勇的人 说在这个 我不能不把他们 放在关键岗位上 但是放在关键岗位上 他们很快就战死了 他就感到很悲哀 这一个长期战争 有这么一种机制 就是下来的 你比如说我上次说过 说那长征的时候 三十多个朝鲜族的人 到了陕北就剩两个了 剩两个 最后有一个东都黄河兜 还牺牲了 所以还剩一个人 那彭德怀说 这个人得留下来 掉到后方去 这个不能在前线了 就是武庭嘛 对 就是武庭 他又来回国 到朝鲜 给他一中将 那比他小时来岁的人 都是大将 他也被重视 就不说了 但是后来武庭也是 莫名其妙了 其实他有点事 据说他已经被 失宠了 失宠之后呢 他到后方医院去 据说 他的一个好战友呢 在那儿治 他就说你们必须 抢救他 结果那个医生呢 就觉得你已经失事的 一人 你跟我发好什么失令 就对他很生硬 就说我们按 按我们的办法来 你没得刷 他当场就掏出枪 把人打死了 就犯大错误了 就是要不是 中国又把他保回来的话 彭德怀很那什么 把他保回来 保回来之后 这个武庭 立过一个什么功呢 就长征的时候 张国焘的时候 一三军团之间 没有电讯联络了 都被收去了 都被红军总部收去了 当时这个毛主席 要率的三军团 就是所谓脱险吧 一军团已经在前面了 要告诉一军团 要给一军团送一个 电报码 密码 就派武庭带着一个班 去送的 这个武庭就完成了 这个任务 就把这电码送到了 他们就发电 让这一军团 不要再走了 停下来 也没告诉他 怎么回事 这个武庭犯了 这个所谓错误 又说他对丢失汉城 这个有责任 就 但是彭都还不干 就把他带回中国来了 不能让他们弄掉他 一直到他病的 病入高光要死了 他说 我得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当时这革命者 还是有点这事 那回去就马上就死了 就是已经不行了 有一年 03年 我说一定要去趟朝鲜 我就跟着旅游团去了趟朝鲜 待了几天 那时候朝鲜还能买到一些小册子 知道吧 一些小册子 讲 我就买了一个小册子 回来 我当时就一看挺逗的 有一个小册子 就说 在祖国解放战争中 这个 我们已经打到南边了 后来呢 由于窃取了一军团 人民军一军团 军团长职务的金雄 这个也不是怎么不听 伟大领袖的命令 致使敌人猖狂北发 就像咱们那林彪似的 一军团也是金雄 也是国内去的一个 然后呢 然后伟大领袖 就动用了总预备队 他可能说志愿军 就是他的总预备队 又反攻 那时候没提志愿军 我当时买过这么一小册子 挺有意思的 对 当年跟金日成 一起革命的那些人物 好像一个一个都消失了很多 跟中国几乎差不多 他是这样 真正跟金日成一块 在这个 这个远东红旗军 八十八旅 第一营的这些人 或者八十八旅的这些人 基本没被他肃清 这也就几百个人 上上下下就几百个人 他肃清的都是 什么原来南朝鲜劳动党 还有中国回去的这些干部 还有苏联有些回去的 都被他 都被他那什么 他们也是 他就说别人是宗派主义 因为他是老大了之后 别人全称宗派主义了 就证明了 另外他 他比较得到这个崔永健的鼎力支持 崔永健在朝鲜是个 比他岁数还大 大可能十岁左右 是个周恩来士的人物 他就支持金日成 崔永健一直是王普军校的教官啊 前辈啊 他支持金日成 那别人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这么个情况 好啊 下次将听你讲这个 中国的历史的提到一些部分 今天就你的家族的故事 就讲了这个地方 等到你 这个再查到什么资料 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来讲 好吗 最后我说一个 我舅舅的一个小事 他在1979年的时候 当时西德有一个教授 叫恩格斯 这老兄说是恩格斯的侄孙 恩格斯没有孩子 他是他兄弟的孩子 这老兄来北京讲学 然后呢 当时我爸爸妈妈就在这议论 说他呢参观北京地毯厂 就看中了 就赞赏其中一个大地毯 万里长城 好像几万块钱 二话不说 人家中国方面就接待方面 就把这个地毯就给包起来 就直接游到他西德的家里去了 后来我父母就说 你看这怎么这么大方 几万块钱 当时的感觉就是 现在的上百万 一二百万 后来我舅舅说了一句话 说那共产党这个 靠人家祖爷爷这理论 干了这么大事业 领导了这么大地盘 送人家一个挂坛 何足倒栽 当时我们听着还没听过这么说法 行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 好的 接我们这个节目 纪念这个杨炳章教授 杨炳章不是 他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朋友 所以有的人看到 这个我们做了杨炳章 纪念这个节目 特别的高兴 包括这个有一些人说 哎呀我就得过炳章的帮助啊 对他帮助过很多人 对对 好的 谢谢赵卫先生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再见